我想电视机前的观众大概已经认出来了 我身后呢就是著名的巴黎香榭里舍大街 每年的年底这里就会变成一个巨大的圣诞市场 既有好吃的又有好玩的 很多法国人呢就是在这里购买他们的年货的 现在就让我们大家一起来逛一下吧 170间白色的小木屋将漂亮的香榭里舍大街变成了热闹的圣诞集市 从协和广场的大转轮一直延伸到凯旋轮脚下 在这里可以买到各种年货 例如节日手工艺品 法国土特产和特色小吃 我觉得挺新奇的 以前国内也没碰到过这样的 有一些吃的呀 像他们那个hot wine 我就从来没有喝过 那个红酒热的红酒 我觉得喝了就暖特别暖 这一桶桶冒着热气 扶着橙子苹果的法国热红酒 只有在圣诞新年期间的冬天节日才会露面 这个叫七起的有点像中国的油条 在上面撒着糖尺 这个cap 类似中国的煎饼 加果酱或巧克力酱一起吃 法国政府向来鼓励本土的手工业小作坊 让他们有机会一展才华 因为都是一些手工制作的艺人 然后就会带给你一些比较特别的工艺品 就不太商业化 比较少见 还蛮有意思的 短短十分钟 一只精美的圣诞玻璃小熊就这样诞生了 您能想到这些人物是用树叶做成的吗 别具一格的手工艺品加上巴黎的街头美景 让一群第一次来巴黎的英国留学生们不需此行 但其实非常热闹吧 Christmas Market 我们在英国也是接触过 但是说这边比英国要大很多 我们感觉非常漂亮 印象最深就是这些城市都很漂亮 然后到处都有美景 所以一直拍一直拍特别好 我觉得巴黎特别符合它平等 然后博爱自由的那个口号 我觉得这边的手工艺品非常好看 对 非常的友好 有些售货员都非常对你微笑 不管你会不会买东西 所以非常的温暖 像一个大家庭 祝新唐人电视台的观众朋友们 新年快乐 新唐人记者任静 马克商 法国巴黎报道